从德州就买了这么这么些东西啊 就一块发回来了 OK这就拆出来了 就这么些东西啊 满满灯灯拆了不少 这次去德州呢 看着买的东西不是很多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 哎呀刚到德州就发售了 很难受啊状态不佳 我觉得我都买了一些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东西 其他还有一些东西 昏昏沉沉的也看不太好 就没有太敢下手啊 看一下田园基森买的东西啊 先看这几家 这个都是第一天收获的东西啊 后来他又有两个 我就又买了 都是这种清代中期 质量各方面还比较不错的 缠制帘宝像花的这种茶园 你看这俩应该是一对 对吧 质量也都不错 也都全品啊 然后 修足是这个样子 对吧 是这种吸纹款 比较厚 很适合咱们现在自己喝啥屎啊 一共买了四个 当时一开始买两个 第二天去的时候 他又有 我说怎么还有啊 他说当时只拿出来两个啊 刚摆 然后我这还有两个 我说那得了一块给我吧 我就把它一块都拿下了 质量都是很不错的啊 年份都是基本上都是中期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去我那个老大哥那给他开张买的 你看 当时的光线不太好 现在去看 辞质很好啊 你看他的这个修足跟胎质是比较糯的 是这种中期的这种大茶碗 是吧 举花的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在那个交流会的一个卖 那应该是卖啥 卖杂项目卖什么的小哥店里边买到的 这是一个清代雍正时期 福禄寿三星的一个盘子啊 也是传统题材的 款是这种西纹款 你看 花牙款 也是这种典型的早期的这种特征啊 他的这个修足跟胎质是这种样子 我们可以仔细去看了 对吧 是用几余背 胎质非常的紧懦 然后这个青花也比较的沉入胎骨 画的就是这种福禄寿三星 很传统的题材啊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 一对 缠织帘 拳手必买缠织帘啊 这种细度的缠织帘 我是不会错过的 东西呢 也是全品 然后呢 也是早年温物公司出去的东西 你看他这种胎质 对吧 温物公司这个火气都快掉完了 修足修得也很好 你看他这个胎 关键也很诺白 青花是这种蛋苗缠织帘宝箱花的 非常的雅 给人感觉很干净啊 对吧 这种杯子也是一对啊 我也就把它拿下了 而且这对杯子 我觉得啊 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他这个青花发色 非常的淡雅 给人用很清新的感觉啊 非常的棒 再就是这个 这个就比较好了 这个是在我一哥们那买的 他当时在摆地摊 关系特别好 他会让给我的 这个型特别的棒啊 我这样拖着不知道能不能展现出他的好爱啊 一个清代雍正时期的一个这个仿宣的炉造型的一个叫什么炉啊 一个小禽炉啊 非常的雅气啊 你看他这个 修足是这种的 是吧 大的这种玉壁底里边还挂钥 这种又叫铁锈红钥啊 然后带这种耳朵 这个耳朵掉了 他这个耳朵掉了 一般我们碰到这种青鲁 好多都耳朵掉了 但是他补了一下 他补了一下 包括这块也掉了 补了一下 这种东西我回来准备到 金扇一下吧 让人再给上面上一点那个 呃 那个叫什么呀 大漆 然后给他上面上的那个金 把它金扇出来 这个非常的漂亮 很有型 很精神 很古朴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么个5 OK 一共就这么些东西 哦 后边还有三件东西 视频状态上 到时候大家可能看的也没有意思 我们下个视频分享那仨球子 我是爱收藏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咱都可以评论交流 有什么需要购藏 你也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